到底是谁 敢出价两亿美金 也就是六十亿台币 要柯文哲当富的 是谁 说清楚讲明白了吗 还没哦 到底前客是谁啊 现在外界猜猜猜 风声传来传去 这是柯文哲自己抱的料 自走炮抱了一个料 没头又没尾 也不讲清楚 选情是会再扣分呢 来我们就来看 柯文哲在登记之后 首次的下乡去了哪里 去了这个地方 新竹的献胜宫 不过当然来看到的是 大家也都在追问 相关的一些细节 那我们就来回完元气 当时柯文哲他爆料说 有人开了两亿美金 要他来当富手 这严重了 这是介入选举哦 那是谁啊 柯文哲你自己说的 但是到底是谁 他一直没有说 完整的名字 他提到三个人 过程中什么 鱼姓商人 哦 有个姓鱼的 季将军 有个姓季的 魏先生 姓魏的 都有 他还说 那到底是什么 他还是不讲 他说事情过去 就过去了 把那一页给他 翻过去 那外界现在呢 有人要去告发了啦 说到底状况是什么 是谁 想要查清楚 来 柯办的犯人呢 戴宇文就说 柯办 他们都有留通龄记录 也有把名片留下来 的确有姓有名都知道 而且还知道明确的来源 甚至还说来源就是国民党哦 哇 这个锅甩给国民党了 来 这个提到余先生 余姓商人 季将军 魏先生 哇 现在很多人被点名了 来 外界传出这个余先生 是不是余姓商人 余金宝的小档案 台港贸易股份 有限公司的董作 曾经好杂700亿 投资绿店 不过当然 这个呢 另外呢 这个季将军 好 有没有可能是国民党 黄复兴党部主委 季连 季林连呢 但是 这位季先生 他说 对这件事情 他没有任何好说明的啦 跟柯文哲 没有接触啦 那后来 这个季 是不是另外一个季啊 好 立委参选人叶仁之 又报了一个料 好 说那个人叫做 不是季林连啦 叫做季太来 这个季是不一样的季哦 好 是陈水扁 总统时候的一个侍卫 受教也是在陈水扁任内 应该是跟绿营关系比较深哦 好 因为现在 柯伴说 消息是从国民党那边来的哦 好 到底怎么回事 让大家物理看花了 前立委 郭正亮就说 柯文哲 后来不是有人请 后来有请人去问了 AIT 还证实 这件事是假的 但是柯文哲 你为什么又拿出来讲呢 后续又爆出了 两亿美金的事情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战略吧 他认为议题打出来 结果是一场乌龙 你自己也说不清楚 也不敢说 对自己是扣分呢 那前立委蔡政员则认为 侯正营一定要严正以待了 你不晓得 接下来这个剧情 会未来会怎么样来发展 显然是柯文哲 想把这把火给烧起来 因为柯伴这边一口咬定 说来源就是国民党啊 好 不过这一回呢 这个柯文哲的说法 先带您来自己 你昨天讲那个两亿美金 那个啊 有一位季将军 那季林连否认是他 但是现在叶元之跟 跟蔡政员都指上说 是季太来 请问是季太来吗 哎 我跟你讲 那一夜就翻过去了 那种 反正在过程当中 骗子 前客 中间人一大堆 我想是这样 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那个就把那一夜翻过去 你知道我们还是认证 你去思考台湾的未来好了 因为现在有名嘴质疑说 在2014年的时候 你也曾经觉得说 连胜文拿了财团的三亿元 就是觉得说 这次会不会又是同样事件的翻版 有没有考虑就是真的会来公布 这些人的可能性名或是资料 连胜文他家哪里需要跟人家拿三亿元 靠自己就够了 那有可能会来公布这些两亿元的可能性 我想还是那句话 其实如果有人去高发 就去高发去处理 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样 这种 终究是文化的不同 DNA的不同 所以 所以就算了 但是因为这个纪将军是你昨天自己报出来 你既然说要翻页的话 但是你自己又讲了纪将军跟连先生 那现在就是大家就是觉得 谁 连先生 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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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昨天讲了魏先生 对那所以就是说 现在大家都觉得就是说 那你既然讲出来了 那现在就是大家都会追这个人 那到底是不是 我倒觉得这样 那个细节应该去问那些 问那些幕僚 这个也不需要我在这里讲 而且越扯越多 好潘艾斯说 智商157你也分不清楚 真的还假的吗 春兆姐说阿伯醒醒吧 杨月娇说诈骗案很多啊 遇到诈骗了 来 时事评论员的黄耀明就呼吁 柯文哲阵营 如果你们真的有评也有据 那你就应该直接把相关事实 全部公布嘛 就摊在阳光上嘛 这才符合你柯文哲 一向不是主张公开透明的原则吗 如果你继续在那边放话 放个头又没有收尾拿不出证据 才是最糟糕的策略 如果今天柯文哲把这个东西 在专访里面讲出来 那如果从战术面来讲 你是刻意抛出这个东西 想要比如说啦 假设国民党真的有人这样干 你只要拿出这个通联记录 是啊公布啊 你说有名片嘛公布嘛 你就说国民党来问问看 这个家伙到底是谁 他是不是为了破坏蓝白盒 或是怎么样 动机为何我不知道 就公布嘛 公布出来全民公审 然后呢你去还有一个 就你不用等吴子嘉去告发 你自己就去地监署 按零控告 你就说这个人涉嫌 在选战当中 用不正当的手法 在操控选举 不就这样吗 公开透明吗 这个价值 我觉得如果柯文哲 是用战术面来打的话 就应该往这个方向 可是没有 他昨天说 不要再问这题了 一般政治人物口风很紧的 但柯文哲不是 藏不住 柯文哲心里面突然想到那个梗 他过不去就讲出来了 而讲出来他不会顾后果 那这个的后果是什么 到底是柯文哲受伤 还是 你指控真的有这件事情的 那一方受伤不知道 还不知道 因为到底有没有还需要查证 但是我相信柯文哲 他不至于去凭空编造 那有凭有趣就公布啦 对 模糊已对 是这个议题最不好的策略 现在又扯出什么 什么华侨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把这个人脉就丢出来吧 让他服出来 让他本人出来讲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如果没有 那很抱歉你柯文哲的诚信 又打折扣 蓝白迫及之后 柯文哲跟慕留 临日大爆料 是不是影射国民党人士 要花2亿美金当他副手呢 当然他没有直接点名是谁啦 但他们呢 近半有说消息来源是国民党 那因为呢 他丢出来说有人开价60亿找他当副手 要他当副手 但又不说是谁 让大家猜来又猜去 那当然 这个他又点名了三个人 又说有骗子 有钱客 一头拉股 现在国民党很火大了 要柯文哲 你讲清楚 你说明白 不要这样影射 要不然人家以为是国民党做的 过去柯文哲选台北市长时 就曾经造谣对手 收企业加三亿元 如今他们认为手法简直是 如出一彻 蓝白破旧五天 柯文哲狂爆料说 有人花两亿美金 要他当副手 台湾幕僚主动每天爆料 连名字都脱口而出 女性商人 还有那个季将军 还有个什么魏先生 骗子前客实在是太多了 国民党黄复兴党部 主委季林连 就被影射是这位季将军 但本人已经明确否认 记得追问这些人到底哪里来 谁安排会面 柯文哲持续暧昧不说 反正在过程当中 骗子前客 什么中间人一大堆 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就把那页翻过去 细节应该问那些幕僚 这个也不需要我在这里讲 而且越扯越多 难道骗子前客是柯幕僚安排的吗 网友就痛骂 只有两种可能 若是骗子难道随便一个人 说要给你两亿美金你都信 这么容易被骗 选什么总统 而柯文哲还好意思说 但若真是前客就违法 若不讲不告 就是姑息养奸 还是根本就是你栽赃的谎言 柯文哲过去选台北市长 就曾造谣三亿男捐钱给连胜文 当时他的态度如出一彻 讲得暧昧不清 离谱的是法院彻查 结果柯建民作证 是柯文哲想要透过牵线找郭台铭 但却有两个人根本没见到面 也完全没有郭台铭给连胜文三亿这件事 而郭台铭只有因为 郝罗宾是否盖花博捐过钱 而如今在问柯文哲当初为何说谎 在一张连胜文他竟然这么讲 从蓝白河破局至今 而可文哲和幕僚几乎谋卒全力 分进河级攻击国民党 也引爆选民之谊 记得 情话续之后好 SN小组 台北报道 诶 到底是谁 这个黑零人是谁 谁开价两亿美金 小小也很想知道 那柯文哲他抱了一个料 起了个头 没有收尾 说有前客开价两亿美元 但是呢 是谁又说不出来 全民 他的竞选幕僚 陈志涵透露说 消息来源是从国民党来的 而前立法委员郭正亮就分析 像这样花大钱直接介入选举 不是开玩笑 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如果柯文哲阵营 你们没有确切的证据 你最好不要进行任何的影射指控 否则如果是没有办法证明 你爆料内容的话 恐怕最后只会伤到自己 跟国民党有关的人事很多 这个如果不是党中央 或者是某位有名有姓的立委介绍 或者是侯进办 你不能这样就说是国民党 那个事情对不起来 因为柯P是说是阿拉斯加的 参议员的助理 到民众党中央 陈志涵后来也说消息来自国民党 这两个怎么兜起来 这个兜起来我只有一种解释 就是这个事情双方都没讲 阿拉斯加那边也没讲 民众党也没讲 可是消息传到了外交圈 所以国民党的外交圈人士 回传又回来台湾 我只能这样理解 不然我怎么理解 不然怎么会两边 因为两边讲不一样 总有一方说错吧 我后来又想一想可能两边都对 可是两亿这种事情就不是开玩笑 你不能说那个叫国民党 如果不是有确切的证据 那最好不要 因为这个是戒选 这算很严重的事情 你叫人家退你知道吗 这个是戒选的事情 是很大的事情 那所以我觉得要讲就要讲的 讲的非常的有证据 而且逻辑上非常准确 不然就会伤到自己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医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